刘耀文已经初中毕业了,同学们考上高中后,可以欢快地度过暑假,但刘耀文自从进入时代风俊,再也没有暑假和寒假,只有工作,学习和休息。 想要再看到刘耀文穿初中校服是不可能的事,初中刘耀文已经绝版了,好在他会上高中部,结实校服还是一样,刘耀文化身服务员粉丝认为完全有可能,再加上公司经常通过各种职业体验,让时代少年团知道生活不易。 一些粉丝认为,烤肉的男生就是刘耀文,即便素颜戴口罩,还是引得周围男士围观,旁边白衣男子一直盯着刘耀文,似乎被他素颜惊艳到,刘耀文在时代少年团物料,一却有烤串的经历,第一次烤串撒的盐比较多,被马佳琪调侃,之后每次烤串的手法都比较专业,一次比一次好吃,很好奇,时代风俊,此次又在放大招吗? 难道说,刘耀文高考结束好久没露面,真的是在录真人秀,或者公司自制团宗了吗?此前,刘耀文晚上训练太想吃烤串了,居然在镜头前,把自己绑在栏杆上,把自己当作烤串,这一幕画面如今看来依旧十分搞笑,看似快16岁还是未成年,但刘耀文从小就不挑食,出道不到两年身高突破1米8,说不定未来还能长高,刘耀文资源越来越好,本周末, 除了和宋亚轩录制的《萌探探探案》播出,周六还有《少年onfire》上线,期待此次粉丝偶遇的是刘耀文,希望时代少年团自制团宗了。